男女之間一言不合就動手 別以為這樣的情況離你很遠 根據聯合國統計 全球有25%的人認為 男人可以打老婆 而且是情有可原的 可以啦 老婆不乖就打 實際街坊真的有人同意 老婆可以打 但大部分的人都說不行 如果男生可以打女生 那女生應該也要打男生 以街坊的年齡層來看 20到60歲都說男人不能打老婆 但70到80歲受 旧觀念影響部分表示認同 還滿驚訝的吧 因為現在不是都會提倡 什麼性別平等之類的 但是好像有關這一類的事情 還是一直在發生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認為 男人可以打老婆 其中還有33%的男性 覺得吵架時偶爾手滑打人 可以被接受 老婆真的有出軌行為的話 那男生一定會有個情緒發生 那打到我覺得也合情合理 情緒上來是失控 可以原諒只要不是故意的就好 而聯合國調查也發現 全球有49%的人認為 男性比女性更適合擔任政治領袖 而且有43%覺得 男性更適合擔任企業主管 對 因為女生還是要更努力 才會得到他們的那種認可 對 覺得這個還是會存在 從職業平權到全球25%的人 還認同可以打老婆 可見性別平等偏見的改善程度 有待加強 九零星期三景城台中採訪報導